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Lucy 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的闺蜜Doris 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好,我是Doris 其实她在国内已经创下了很多辉煌的战绩 还好吧 还好,很谦虚 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2001年东华大学素描万人高考全国第一名 绘画作品被中国文学基金会收藏 出版过20本儿童绘本 曾任职上海电影艺术学院讲师 曾任职苹果年度最佳纪念碑谷制作人美术团队 其实你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 也有了稳定的家庭 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什么样的动力 让你突然下决心说 你想一个人过来澳洲留学呢 遇到职业瓶颈了 因为我是美术出身 已经做到美术总监 我想转到产品经理 那我要去变成产品经理的话 最好是有一个IT背景 反正就是读个研究生 后来发现澳大利亚比较好申请 决定读澳大利亚的大学 我有碰到过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担心 像大概30岁左右的 尤其是女性 因为在国内他们已经有了好的工作 稳定的家庭 甚至有小孩 也觉得家里有老人 也有很多很多的牵挂 你会有他们的这种类似的纠结 或者顾虑吗 我好像完全没有 当然也是考虑过要生孩子 可是我觉得40岁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再深造自己 所以我决定把这段时间拿来学习 我的人才质量越高 那么我的下一代 她的质量也会更高 妈妈的身体也比较好 大家都比较支持我继续学习 我们家也比较崇尚 就是说终身学习 还是要自己想清楚 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出国度个精 这些简单的理由 比较浅薄的理由 比如说我觉得同学 有很多身边的人 他们只是纯粹为了移民 但移民其实只是你人生当中的 一个里程碑 你解决了之后 你要关心的是你长久 人生要做的事情 不能把整个的筹码全部压在 这个短期的一件事情上去 我们是要工作到65岁才退休的 也意味着从20岁到65岁 将近40年 四五十年 我们整个人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工作 所以你的人生价值 你的个人能力怎么样 完全是由你的工作来评价你的 在这部分的投资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 因为如果说你在想着 你要如何去变得更好的话 那么你就会少了很多的 你身边的疑虑 我爸爸的想法就是 请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价值 你不要虚度你的人生 你要珍惜你的时间 你要有目标 一直到30岁左右的时候 我好像人生到了一个 三十而立的阶段 我才意识到 这个是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 那我就会思考 因为我在30岁左右的时候 我身边的父母辈的人 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他们很辛苦 但是呢 并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些 人生的高度 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如果要我像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很辛苦地过完我这辈子 然后没了 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 对自己有交代的 我从20几岁到60几岁 我说过我有50年的时间 我这段时间 我可以做出多少的事情 我希望我在我老到 不能动的时候 我看我这一辈子 我是做过很多事情的 你突然让我想到 我男朋友老黄 他父母呢 有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跟你很像 他说他们60岁了 他觉得他们现在一点都不老 他们要出一本书 写下他们从年轻的时候 到现在的种种经历 然后他们要把这本书 给他们的后代看 给我们看 给我们的小孩看 给我们小孩的小孩看 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这叫做我理解是价值 而不是赚钱 觉得那我是不赚钱了吗 但也不是 你还是要去寻找到 一条折中的方案 所以这是我想用 用30岁之后的人生 去践行的 不断践行 我想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么他就不会让我想要在舒适的地方待着 我自己榨干我自己的每一份价值 实现一些东西 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 我没有办法再重来 然后你刚刚还说到 三十而立 就是你在三十的时候 你好像明白了 你要去追寻你人生的价值 对 我还有很多可能性 对 我要去做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 回到有一些朋友说 我30岁了 我有很多的顾虑 我有小孩 我有家庭 我有稳定的工作 我有家里有老人 我要怎么才能够出国留学 那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像Doris老师一样 三十而立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三十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典型的榜样 我觉得他素学了 对 哇 看不出来 而且我刚开始认识Doris的时候 我以为他才20岁 90后 那个时候有点像丸子头 你知道吗 樱桃小丸子 特别可爱 后来我跟他交谈的时候 我发现他还是非常的成熟 真的很成熟 成熟但是不是 感性但是不矫情 对 他已经成熟了 我再选择做哪个行业的时候 我这次就没有再去 急着想去公司里工作 我更注重的是 这个位置能不能发挥我的个人价值 然后我发现霍巴特这里 由于人才的有限 其实还是蛮缺艺术类人才的 我在这里正好可以填补 因为我是名校毕业的 然后我又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我又有热情 想要去实现个人价值 美术工作室这一块是可行的 我这次的定位就是什么 不仅仅是说 我靠美术工作室为生 而是它的定位在于 我要把当地的人培养成艺术人才 只有做这件事才能让我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你觉得你的人生有了价值 对 按照城市发展来讲的话 霍巴特他算是比较晚发展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晚发展有晚发展的机会 也就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 是会有不同的商业机会的 我不能以国内某一个阶段的商业机会 来和现在这里的商业机会 来相提并论 这块是有他自己的 如果你能找到属于这个阶段的商业机会 其实你是足够养活你自己了 因地制宜 现在是霍巴特的艺术人才比较少 你这个时候进入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脚踏实地的实地查看一下 做一下市场调查 对 我还记得在上海就是八几年九几年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就有一批港台香港人台湾人 就冲进来做生意 发了第一笔财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当地人就觉得 我们这里太落后了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美术工作室这一块 是可行的 所以当然更好的是 去做一次IT的工作 很遗憾就是因为这里是霍巴特 机会不太多 对 但也没有关系 我有好几手准备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环境 现实问题 霍巴特这里的确比较难找 当地公司的IT 还有会计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环境给顾不自封了 就觉得我没有机会了 我不能够去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找工作这三个字 它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因素 并不是仅仅是你的专业 并不是说你学了这个专业 你做了这个专业 你才算成功 还有很多很多因素 比如说包含你的爱好 你的遗迹所长 或者是你的机遇 就可能你自己脑袋里没有说 你以后要做这个工作 但是可能你遇到某一个朋友 给你介绍 你觉得还蛮有趣 你想做做看 那你做了 你觉得你爱上了 这也算一个机遇吧 所以我觉得找工作 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 大大小小的 很多不一样的因素 大家不要仅仅是 这一个专业因素 就给自己限定了 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那么我们有更多多元化的选择 来选择我们的职业发展 就像我现在在做美容顾问 那么同时我也在开我的 YouTube频道 是我喜欢的 而且我自己也做得非常开心 那我觉得就很好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是太了不起了 我有多样化的选择 然后我的人生 又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作为一个留学生 这么的独立 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我们就更应该 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主动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现在呢有几点 第一点比如说更独立 更自律了 海外的话离开了家庭 完全个人负责自己的生活 那么这个边界 生活的边界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有哪些事原来过去都是妈妈帮我做掉的 我们在国内的话 大部分都是被父母 呵护得很好 我们就没有说 好像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人生 做很多的选择 要负起责任来 没有那么强的意识 但是当我们资深艺人 来到澳洲留学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多事情 很多东西 需要你自己去选择 你今天要吃什么 你要怎么做饭 你要干嘛 就小到这个 然后大到人生中的大事 比如说拿PR 留学毕业找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次留学以来 我们两个共同最大的收获 对 Give me five 耶 还有一个我的收获是 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同学 看到我都说 姐姐你就是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你没有受过伤害 我想说我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 我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几年 对吧 我也能适应社会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痛苦呢 我肯定是经历过 什么这样的人事斗争 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为什么脸上没有 岁月的痕迹 岁月的痕迹 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来到霍巴特 我才发现 其实一切都源于我十几岁 学习了正统的绘画 学院配绘画呢 它是training学生 一定要看问题 要整体的 我们所有学生画素描 画绘画 犯的统一的错误 都是你把事情只看细节 因为它是一个可视化的 如果我思想上 有什么错误的认识 我绘画当中就会体现出来 如果这不断的绘画 你会training 你不断的训练 你要有整体整体的思维 你要认识到 你只有整体的看问题 你才可能把整个全局调控好 学习素描和色彩 教育我的 通过怎么样科学的方式 去安排 重要的 不重要的 是需要同时进行的 它们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一直都是 很轻松的平衡 因为这些技能 已经在绘画的时候 学习到了 所以我能过来之后 很清晰的认识到 社交是一块 学习是一块 找工作是一块 保障我的生活品质 是一块 保障我的生活健康 这些都是要同时考虑的 所以我在一开始 我就开始慢慢的社交 我要从零开始建立 我自己的社交圈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有意思 意味着我可以认识 更多新的朋友 但实际上也同时 意味着我会经历 更多的欺骗 对比我塔大IT的同学 他们是理科生 他们做事情就是 只关注一个 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不考虑 我发现这样是不可以的 如果这个是回到 我们那个美术学校的话 那是要不及格的 就相当于你 对着一个整体的东西 你只盯着一个眼睛 拼命地画画画 涂得很黑很黑 但其他任何东西 你都不管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内心就说 同学这是要挂科的 同学 可是大家都是认为 这样才是对的 很多留学生 他们在留学的时候 就一门心思 我要考过 我要考过 就把考过那一项 涂得特别黑 特别黑 特别黑 涂穿了 涂穿了 然后就忘记了 我还要交朋友呢 我还要交朋友呢 我之后还要找工作 朋友也没有 对朋友也没有 然后哭着跟我说 姐姐我没有朋友 你怪谁呢 你没有学画画呀 你在构图的时候 先要画 三个在一起的 那个大的心 然后再依次地画 它们当中的心 就好像我来霍巴特 首先这是一个事情 其次这是我的学习 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我的社交 好的话一眼 你就可以看到 它画面当中 只有一个最深的地方 这个是最深的 其次是苹果 然后生理是最浅的 你要有管理和控制能力 这个是主要物体 75%的精力 都要画在这个事情上 然后20%的精力 画在这个苹果上 还有5%的精力 画在这里 你想像这一个部分 它里面又有一些主次了 对 你看这里是最深的 对 然后这里又是没有的 一个部分里面 还有主次 对 所以你能够看出 哇 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人生的哲理 全在美学训练当中 对于那些90后来 学习的人来说 它人生可能就是 这门课里 一个PR 或者是一个会计专业 它要把这个拿完 但这些关于交友 社交 生活 这些主次 它全都不要了 全都是零 全都没有话 它一定是不完整 它的生活抗风险能力 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的话就非常稳定 其实一切都是 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但是你一定要有 这样一个架构在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 就是因为妈妈 把我送去学画画了 学艺术 那是一套 就是美学教育的课程 才有这样一次机会 能看清楚一些事情 相当于我学习的是 非常完整的 创新的方法论 这也是我到了 澳大利亚出国之后 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觉得对于创新和复制 我有了自己的理解 并且我要自己 去把它做出来 你成效心做事情 不去靠背复制别人的 成功经验 把一件事从无到有的 去创建出来 这个是创新 因为山寨呢 山寨它是要 快速地复制 所以中国人 什么都图快 它那个思路 只是复制年天 你没有在设计 你没有在真正的 脚踏实地地做事 所以我在教学生 画画的时候 我始终跟他们讲 画画不是教你复制 你看见的东西 复制的话 你就抄就好了 我看到个眼睛好看 我先画眼睛 看到个鼻子好看 先画鼻子 这个是山寨 创新是 你拿着这样一个 复杂的物体 你怎么样去解构它 研究它 然后花很多的时间 心思去打磨这样东西 所以创新是非常艰苦的 并且是非常理性 富有逻辑的 中国人就总觉得 创意啊 就是一拍脑袋出来的 我们今天喝了口酒 洒出一副什么东西就好了 这种思想 完全背离的做事 我是80后 我看90后的 我身边的学生 其实也有这种特点 我在学校学习 国内学习的时候 比如我们学一篇课文 老师就会问 这个段落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它的好词好句 写出来 标上做好记号 考试我们就考这个啊 下一段不用看了啊 这一段看 看完了OK 过 下一篇 然后再开始看 做的是谁 记住啊 做的是谁 不要写错了 这个字 就是这样 非常应不就班的 所以你们90后 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了 所以我们的思维 就是会被锻炼成 没有自己创新意识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它整个就是一个 山寨的思路里面的 一个产物了 艺术就是 跳脱那种稳定嘛 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就像我们身后的那幅画一样 我觉得你就带有了 创新的意识 O的话 我就把它变成了 Omega 因为Omega是终点 它就是世界的尽头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Omega跟它很搭 画画 或者是说艺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 有意思的事情 这才是艺术 就是给人的一种 想要追求 想要去探索的一种意义吧 谢谢你 谢谢 那么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Instagram 还有我的微信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OK 那就这样啦 Be brave Be Lucy 拜拜 拜拜 那天 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人生价值 关于个人 与集体利益 关于独立 关于绘画中的哲学 这些人生的课题 你是否都有想过呢 那天的谈话 让我又再一次感受到了 Doris的人格魅力 她是一个有思想 又能勇敢投入实践的人 采访Doris的初衷就是 我想知道勇敢的人 是什么让他们变得那么勇敢 我想 现在我心里 有了答案 对于Doris来说 艺术的启迪 人生的沉淀 还有那颗不甘贫乏的心 想实现自己价值的渴望 都让她在异国他乡 发光发热 记得桃行之说过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我想Doris就是很好的实践者 谁都有惰性 谁不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但是当你长期处于同一种状态 没有突破 那么这一份安逸和稳定 是你生活的支柱 但也是禁锢你的铁链 还有我想补充关于艺术的 我自己的想法 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追求 人类社会如果很大一部分人 没有得到艺术的熏陶 那么他的思维世界 一定是黑白的 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 追求那些物质 名声 然后呢 我们却忘记了静心 忘记了去充实我们自己的内心 而艺术可以成为静心的 其中一种方式 也正因为艺术这么美好 我们来到塔斯玛尼亚 就可以给他增添更多 不一样的色彩 谢谢多瑞斯来我的频道 我多么感恩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在你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还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了 三十而立 但是 三十而异 我认为你